開啟那個我們這個什麼 範例檔裡面的那個進階 這個這邊有個萬年例對不對 萬年例這個範例裡面 答案就在這裡 其實如果你不知道 裡面大概做出來就希望 這邊做個清單 下拉之後你可以找到比如2018的 假設1月份的那個我要1月份的 月曆幫我顯示出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他就會自動產生一個 月曆 而且自動幫你把第一天跟最後一天顯示出來 那每一個月他這個是自動去抓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怎麼樣先產生 第一天的位置 然後呢他應該是在 用什麼weekday可以知道他的位置然後並且知道最後一天有幾天 那你把前面跟後面的資料不要顯示出來或者是把它刪除掉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裡面可能會需要 用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包含什麼 Current跟Row函數 產生表格 這底下都有 下拉清單的話 你可以用清單 把年的部分加進來 然後呢 再去針對我們需要的 像day的函數 day函數 抓到最後一天的日期 那利用weekday呢 抓到位置 就可以很快的把年曆給做出來 所以回去的話有時間呢 可以試做看看 那今天的話我想時間也差不多 那下個禮拜的話我們會繼續看那個數學 數學相關函數啦 包含像常用的像sam 或者像 什麼com com if 等等 相關函數 一定要 動手做 OK不要用眼睛看 OK最重要是 一定要做一遍 OK最好不要不只做一遍 多做幾遍 因為這東西其實一定要熟練 不然的話 看得出來有些同學真的 好像知道怎麼做但是 總是覺得好像很生疏 不知從何開始 OK 今天